来吧 聊啥 就是有人生迷茫时刻了 我给他总结一下 就是他现在做那个面包房 已经没有那个想法了 我不想浪费那个地方 你是真卷呢 他太卷了 然后他就想到时候开会 就是问大家 大家想让他怎么弄 然后大家的想法 你管大家干什么 对吧 但他自己他又不知道怎么弄了 不是 第一 是我在基因上面没有这个能力 你准备什么 它经营成啥样啊 我原本的把拷贝红定位成一个 就单纯的一个治愈体验的 一个烘焙店嘛 但是 但他现在大家没啥可治愈的 你知道吗 这十五个人我看挺好的 不需要治愈 没有什么需要治愈的 所以我就说想把那个板块嘛 就汉哥就后来跟我提的想法 说把那个板块放到早上 我实话实说 你跟他早上就更没人去了 你想谁起来早上 你的治愈呢 那如果下午呢 下午还靠回来 下午还可以 就是我是觉得 没有人一直就是有能力的 一定是不断的试错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能力 干不了这个了 那你就去找一个 别的这儿呗 你觉得你能干的 我们天台的时候 就是可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但是你没有编制 你能力绝对能驾驭 我们实体啊 肯定是干不了了 就文化产业 还有蒸蒸日上的 像我们 我们不就强制性邀请一个人 去电台采访吧 你就强制性邀请谁 去你的红杯屋体验 就今天你就必须邀请杰哥 去你的体验 你必须邀请郭吉林 去你的体验 你邀请我们不就完了吗 对 天天跟周也 你弄完 你弄完让周也体验 你也太 太无聊了 这样子 我把那个烘 就拷贝轰的 整个东西都简化 就不搞那么复杂 对 对 好的 我去找汉格了 我去看一下